歡迎收看邱世新核定本 又到每週一次關心烏克蘭戰場最新情勢的時間了 歡迎邱世新邱老師 今天邱老師要幫我們介紹的 就又包括像是我們關注了非常久的一段時間的 阿夫迪布卡戰役呢 之前這個水帳區的攻防 看起來目前呢 似乎又有一點告一段落了 那終究這個俄軍順利的推進到了水帳區 那其次還有像是這個 我們也關注非常久的這個查舒夫亞 目前好像也有一些這個戰況的變化 然後除此之外呢 這個俄羅斯在這一波當中 好像用空襲對這個烏克蘭的後方 進行了蠻全面性的打擊 那又是在盤算什麼呢 稍後老師都要幫我們解析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主題 從這個查舒夫亞附近開始說起吧 對 因為戰線的小規模的變化 我們就跳過去 因為我們大概都每個禮拜在追蹤 所以我們會列出的大概就比較 我們認為比較重要的地方 那從由北到南我們先關注的是 查舒夫亞那 上個禮拜我們提到就是 伊萬尼夫希克就是一夜之間整個拿下來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其實 拿下伊萬尼夫希克大概就標誌著 從2023年開始的這一波 俄羅斯的冬季公司大概就進入尾聲了 那很多當然會很多有不同的意見 就覺得說俄羅斯應該要趁勝追擊 然後要繼續往前打 但是我想大家必須要有一個基本的觀念 就是一個公式的發展它是不會一直延續下去 一直持續下去 因為你發動一場公式 你必須要可能經過半年以上的準備 而這些準備其實都是有 資源都是有限的 你準備的人力 那你在進攻的過程裡面你會有人員的損耗 那人員也會疲倦 那再來是武器跟彈藥的損耗 那這個就是一個公式之前面大概累積半年的準備 不斷的儲備儲備儲備 然後到發動一場大的公式 那你在發動這個公式的過程裡面 你的這些資源會慢慢慢慢慢慢的衰減 那至於說這個公式的時間可以持續多久 大概有兩個因素可以決定 第一個就是你準備的 你事前的準備做得多完整 第二個就是 你的對手給你的製造的麻煩有多大 所以相對的我們也可以看 就是2023年的俄羅斯的冬季公式 對應2023年烏克蘭的春季公式 就同樣是發動公式 但看起來很明顯的 俄羅斯的冬季公式明顯要比 烏克蘭在雜波羅勒的春季公式要順利 那我們不能說烏克蘭雜波羅勒的公式 草草結束 但是我們可以說 因為蘇洛維京的防線 在碰撞的過程裡面 烏克蘭武裝部隊承受的 比他們預期還要高的損耗 迫使他們必須要拉動 原來不在計畫內的資源 那為什麼需要拉動這些資源 就代表說他們的前面的碰撞 他們事先所做的準備 以及為這場公式所做的計畫 都是不準的 對不對 所以才打到第三個星期 就有很多原本應該在中期或後期 才會進入戰場的部隊出現 那甚至打到一半的時候 前線就已經開始很缺乏彈藥 那這個反映出來 就我們在看這樣子的公式的過程裡面 我們反映出來 不是只是只看戰線的推移 其實你必須要去看 其實後面代表很多的意思 你先前的準備夠不夠 你的物資夠不夠 你的指揮跟你的決策是不是有錯誤 所以最後雜波羅勒春季反攻的失敗 是以一連串的決策錯誤構成的 那同樣的在2023年的冬季公式 我們以結果來看 但俄羅斯的決定 俄羅斯武裝部隊這邊決定 也不是說百分之百 完全都正確 但是從結果來看 我們可以知道 俄羅斯犯的錯比 烏克蘭犯的錯還小 所以它可以取得正面的進展 所以我們看 伊萬尼夫希克這邊 為什麼我們說標誌著2023冬季公式的結束 就是俄羅斯的 這波冬季公式是不可能無限延長 這是我們剛剛已經確定的 那它大概可以支撐多久 這就是我們評估 俄羅斯為這場冬季公式所做的 事先的準備 因為我們大概在10月開始發動公式 我們大概在相對 烏克蘭春季反攻 開始轉折的時候 我們大概就預測到 俄軍會在冬天發動一場大公式 那我們為什麼會這樣預測 是因為 它的守軍大量被發動 對 就是俄軍的 原本應該用來 在俄羅斯一帶繼續防禦的部隊 不需要用那麼多 所以它大量的被抽 被抽 就開始轉移 它轉移的地方 就直接轉到 中央軍區那個方向去 那它在那邊做什麼 就是我們雖然我們那段時間一直在 小中央軍區 就沒事在森林裡面唱卡拉OK 其實 但是我們開玩笑 但是其實它並不是在森林裡面唱卡拉OK 它是在相對比較安全 但是又跟烏克蘭保持接觸的前線 在訓練 在調整 在做戰術上面的準備 那這個情報我相信烏克蘭也一定有 只是烏克蘭他們沒有 沒有辦法預測到說 你的主攻方向大概會在什麼地方 那這個是 這是 冬季公式一開始 推進的 推進的比較好的開始就是 這個突然性他們有維持住 那我們為什麼會說 伊萬里夫希克是尾聲 就是整個冬季的公式一直到水上區 大概90%以上都控制下來以後 那因為3月22號的恐攻 那最後拿下伊萬里夫希克 那我們的預期是短期之內 在這一線 俄軍應該除了往南邊以外 應該不會再往查蘇布亞靠近 最大的原因就是 查蘇布亞其實是一個 非常有地形優勢 防禦上面有非常 非常好地形優勢的一個位置 我們可以看他 他的東北面有高地 他的西面有高地 那他的南面有高地 也就是說 俄羅斯如果現在要打查蘇布亞 他得要爬上去 那以現在這個時間點 其實並沒有 這邊的98空降師跟150 在沒有其他更多的增援底下 他們是辦不到這件事 我們可以直接講他們辦不到 兵力太不夠 所以目前我們可以預判就是 大概會在伯格丹利夫卡 還有高地這一線會維持一段僵持的期間 一直到進入夏季之後 這是我們的預測 那當然 戰線他一定不會是禁止 他一定還會有前推會有後退 那我們預估就是 這一線會慢慢慢慢盡量往這邊有 雖然我們都講叫他叫做運河 但其實他就是一個 類似我們的八寶菌啊 或者是那種大的灌溉的水菌 那開澡的就是為了灌溉用 那水菌還是有天然的分隔作用 所以我們預估啦 最最最理想的情況是能夠逼進水障去 只是我們預判 這個可能性在4月份 都不太可能會搬到這一線 這應該是說我們前 我們已經關注這個地方 已經關注了連續數週了 那很多朋友會覺得說 這個看起來好像伯格丹利夫卡 跟伊萬寧夫希克 特別是伊萬寧夫希克都已經被 這個俄軍給攻下之後 為什麼還不往這個查蘇夫亞推進 但老師今天把這個地形飆出來之後 就知道說他其實停在這邊 不是說好像他這個暗兵不動 而是說接下來他可能就要 就是必須要花倍更多的力量 至少要儲備 因為他前一波我們知道 冬季公式前一波準備的 大量的物資跟彈藥 基本上打三個月已經差不多了 所以他如果要在查蘇夫亞這邊 發動一波信 就他不能只是順便打上去 因為這是不可能 你必須要針對查蘇夫亞 要計畫一個完整的公式 而這個公式 你要打查蘇夫亞 沒有兩個月以上是不可能辦到的 而且你為了這兩個月的公式 但是假使你是參謀 今天你的司令告訴你說 好那你幫我做這個查蘇夫亞作戰計畫 那你接下來你就會開始算 那我攻打查蘇夫亞需要多少 兩個月時間要積攢多少的物資 那我們預估需要兩個月的時間才能完成 進入到查蘇夫亞的目標 那他會有很多步驟 那你執行這些步驟 你需要累積多少物資 空天軍丟滑翔炸彈 那空天軍的航要多少價值 預估要丟多少炸彈才有辦法瓦解 前線的烏軍的陣地 那這些炸彈要關係到 蘇三四要出擊多少架式 每一個架式都要航空汽油 那你要準備多少航空汽油 那你不能老是叫同一個中隊做 所以你可能要從哪邊調 比如說現在哪裡還有蘇三四的 中隊是已經改裝好了 你不是所有蘇三四都可以丟滑翔炸彈 那哪幾個中隊已經 飛機都已經準備好 那你都要這些一步一步都要安排 那火炮是攻擊查蘇夫亞很重要 因為你是養工 所以沒有火炮基本上就 這個仗沒辦法打 那你要從哪裡拉 那火炮要擺哪邊 這邊的好處就是 如果你以一個山姆的角度來看 這邊最大好處就是 我有阿特木座靠山 所以我有一個很好的後勤基地 那部隊在阿特木裡面 在查蘇夫亞這邊的武軍 根本沒辦法預判 所以我可以 我的部隊不像擺在原野裡面 每個點都會被標定 你在阿特木 你光是要想用海馬斯轟 大概轟不了多少俄軍 但是你在平原上面很容易被鎖定 那這是身為一個參謀 你必須要考量 這是你的優勢 但是面對爬山的這個過程 這是你要去克服的 他必須要是一個 另外單獨計劃的一個公式的 一個方向 一個計劃 他沒有辦法是說 或者是他就算騷衆即逝的戰績 秋風扫落也把他拿下來 但是現在也不存在 也守不住 你現在拿你也守不住 因為你的兵力一定很有限 你不像阿特地 你不像阿特地 很匱乏了 所以基於這幾點的預估 所以我們認為 他會停在這裡 對 冬季公式的終點 大概就是在 伊萬尼福西克這邊 OK 好 那來看一下冬季公式的主攻方向 阿富提夫卡戰役 對 冬季公式的主攻方向 如果我們以軸線來看的話 他就是一個由 東南往西北的攻擊軸線 它是一個前行公式 但是即便是前行 它也是一個由東南往西北的攻擊軸線 那我們今天幫大家 大家特別標出來 就是深色的部分是 2023年10月之前控制的區域 那比較淺的顏色是 2023年10月之後到現在 就等於說整個冬季公式 俄羅斯得到的部分 那大概上個三月份 三月初的時候 我們還在節目裡面還在預測 俄軍的目標應該是推進到水障區 那時候剛剛 阿富提夫卡突破沒多久 那那時候 就是當然有很多媒體 很多軍事專家在預估 那這一波俄軍的目標會是哪裡 那能不能做突破 我們那時候在節目裡面 已經預先跟大家預告 我們認為我們推測 俄軍的目標應該是水障區 那事實上俄軍也是推進到水障區 那這個地方會有點不一樣 就是 接下來我們的預估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變數 那如果沒有發生莫斯科恐攻的話 大概俄軍的整個 在阿富提夫卡這邊的攻勢 大概就會停止在 在逼近謝梅尼 他不一定會拿下謝梅尼夫卡 但是逼近謝梅尼夫卡 把水障區這一線拿下來以後 大概就會停下來 那現在的大的問題就是 俄羅斯 就是莫斯科發生恐怖攻擊之後 我們觀察到俄羅斯在 戰場上面的戰略有一些些的變化 但是聽起來好像跟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冬季攻勢結束有點矛盾 那為什麼 為什麼 伊萬尼夫希克那邊會停下來 為什麼這邊有可能會持續進攻 地形不一樣 第一個是地形不一樣 第二個就是 在阿富提夫卡這個方向 因為我們原本預期 如果俄羅斯下季有攻勢 這個也不是只有我們預測 包括美國的智庫 還有歐洲的一些智庫 他們的預測跟我們大概都很接近 就是俄羅斯也許會在 就是目前看起來很大的跡象會在夏季 進行一個大的攻勢 那我們比較不能確定的 就是這個大的攻勢的 攻擊方向會是哪個地方 那基於為了夏季的攻勢做鋪墊 甚至是揚攻或者是誤導誤軍 所以這個地方會一直繼續推 推到烏曼斯基 那我們的佐證就是我們看下一張 對這是 細部的 對這是我們把剛剛那張圖再放大來看 這樣比較清楚 就是烏曼斯基跟 謝梅尼夫卡或是伯蒂齊 阿爾利夫卡這些 這些村子有一個本質上的不同 烏曼斯基是屬於 現在 現在在構築中的第三道防線的一部分 原則上它跟前面這個是不一樣的 你說伯蒂齊 謝梅尼夫卡 阿爾利夫卡 這是第二道防線 烏曼斯基是第三道防線 所以我應該要趁你立足未穩的時候 現在你的第三道防線上面開口 會不會 就俄軍 為什麼要去做這件事 如果你沒有攻勢的話 他不需要再 不需要目前去針對烏曼斯基去施加壓力 如果是我 我是俄軍指揮官 如果我有餘力的話 我就會這麼做啊 就會讓你的第三道防線 從一開始就是被我揭成兩段的 對 他又跟重演奧爾利夫卡的情況 所以烏曼斯基現在變成是一個 一個我們值得觀察的地方 而事實上 俄軍現在也是在朝著烏曼斯基前進 這是 我們上個禮拜講的時候 大概這個線是在這裡 今天我們講的是 昨天更新的 這一片已經俄軍控制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接下來會慢慢慢慢 朝烏曼斯基的方向 我介紹老師還特別講說 其實在烏曼斯基托南基 在往南就是在這個 佩爾沃曼斯基這個三角地帶 其實烏軍的防守力量其實不弱 那結果看起來現在 似乎並沒有起很大的作用 因為如果我們根據之前看到的 情報的資料 這邊至少有兩個鋁 但看起來這兩個鋁好像 如果不是防禦的措施做的不夠好 就是這兩個鋁再往後撤 OK 好像也無可厚非啊 因為一直得到前線的情報 就是在這邊的防線都是匆匆 因為都是平原 然後臨時購組的 所以我們的預測是這邊的 這兩個就53鋁 還有另外額外來支援的 另外一個鋁 他們會徐徐向後撤 因為損失太大 在平原上面要去擋俄軍 現在公司的代價太高 那 會不會退到烏曼斯基就停止 我們不知道 但是目前在平原上的部隊 烏軍的部隊 可是的確在慢慢往烏曼斯基的方向靠 但是會死守烏曼斯基嗎 我們現在沒 還是說烏曼斯基 其實也是一個撤退的中繼點 我們現在沒辦法預估 但是因為 烏曼斯基的地形比較特別 因為他的南面就是水庫跟河流 所以在防禦上面 他會跟憲美尼夫卡的西面 這邊的高地的防禦公司會連成一些 那俄軍要不要在這個時間突破 這是一個我們可以觀察 俄軍在夏季想要做什麼事的一個指標 如果他突破了呢 他守得住嗎 俄軍突破可以啊 突破可能 但是現在這個時間點 其實我在對俄軍的 的攻勢我都會非常的保守 就昨天晚上我在跟陸安平在討論 就是他的預判啊 他的預判是比較大膽激進 那他的預判是俄軍會往前 比較有可能的話盡可能往前 但是我是純粹就從後勤的角度 從物資的角度 我來描述現在俄軍的情況就是 目前的俄軍就是 他這個已經不是一個大規模進攻的一部分 而是就是你這邊沒有 陣力沒有人 我就往前推 然後就不斷的把前線往前推而已 對他不是一個 對 連續性的攻勢 就是盡可能的把部隊往前推 但其實攻擊動能已經沒有了 因為攻擊動能大概在 謝梅尼弗卡 奧爾利弗卡這邊 甚至連推謝梅尼弗卡也是火力偵查 那在這個火力偵查當然 你可以打進去謝梅尼弗卡 但對 烏軍也不是沒有防禦 他在這邊高 這一側高地的火力覆蓋 會讓俄軍前進很困難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前天到昨天吧 在這一線 奧爾利弗卡這一線 俄軍有損失 而且損失還不小 那這就代表說 因為他並不是一個有準備的公司 就包含了一個公司 一個公司的連續應該要準備的火力啊 揚工啊 資源啊 他並不是一整套 所以他就是單獨小股部隊前進 那能夠佔多少就佔多少 那這個就表示整個攻擊動能已經 他可能也跟老師上禮拜預測一樣 說原本他其實就推到水上區 然後就是修整 然後就是維持防線 可是就是因為可能不管是恐攻 或是說國內氣氛 或普丁的要求 或前線的這個戰役 戰役 就比較兇啦 對 然後就不應該要 不應該衝的時候衝 所以突然機制變 看起來是 他也不是一個就是兵風劍職 烏曼斯基 但是他不是一個計劃好的 說比如說這個七天要推進多少 八天要推進多少 然後呢 這個後勤都有按照計劃鋪排 因為一個攻擊 一個標準公式 其實都會定計劃 比如說我多久的時間拿下 拉斯托奇基諾 那你設定一個目標以後 承擔這個目標 或者是任務的單位 他就知道 比如一個營要負責拉斯托奇基諾 那你是營長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你應該要如何運用你的資源跟人力 可以在這個期限之內 把拉斯托奇基諾打下來 但是現在看謝梅尼富卡 這個很顯然的 並沒有一個 定義的時間 就是打多少算多少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個預估大概 這一波的攻勢 就是對俄羅斯來說 他已經達到他所需要的 因為對 對 頓捏刺客來說 他拉的重聲已經足夠了 OK 好 好 那 往南 佩爾沃麥斯基 對 佩爾沃麥斯基 我們上個禮拜 在節目裡面講說 因為 聶威爾斯科也掉了嘛 那這個掉 掉聶威爾斯科也的原因 就是為了阿布迪布卡 所以抽了太多的部隊去 那這個佩爾沃麥斯基 也是一樣 就是任何指揮官他們 所有的指揮官 他在戰場上面 所做的任何的決定 都是必須要付出代價的 當 呃 希爾斯基決定 抽掉部隊在 阿布迪布卡西面 要全力擋住 俄軍前進的時候 這是他 他做的決定 那他抽掉部隊的這個 他就必須要付出代價 那我們可以看這一次 這一波 所以說 希爾斯基在抽掉 增援阿布迪布卡 烏軍的模式 又跟 之前他在抽掉部隊 增援阿特木的方式 又有點不一樣 他最大的不一樣就是 他在 瓦格納那時候打 阿特木 阿特木在即將淪陷的時候 那 希爾斯基從 從各個地方抽了12個旅 號稱要 反推 反推阿特木 那這12個旅都是從 呃 預備隊裡面 或者是從 其他 在 在其他方向的 呃 戰略預備隊 拉過去阿特木的 所以他抽掉人力的時候 對 這些地方的防禦 無軍的防禦性沒有太大的影響 但是這一次在抽 部隊到阿富迪布卡 第一個就是因為 時間太緊急 因為崩的太快 他沒有辦法有更長的時間 那第二個就是 他抽的幾乎都是臨近的部隊 比如佩爾麥斯基 尼維爾斯科耶 甚至波貝達 他抽的都是附近的部隊 那 希爾斯基在打什麼算盤 附近的部隊 打什麼算盤 對他抽的他都是 最有戰力 但是又是在 阿富迪布卡周邊的部隊 第一線部隊他抽去了 他該不會 他該不會這麼黑暗吧 黑暗兵法 他該不會是在把 在雜路內的 親兵都丟到戰場裡面去吧 沒有啦 這是另外一個 當然有這個說法啦 就是 因為這邊的防線 是雜路內之前建築的 所以很多是他的親兵 想到消息 就很多人 就很 現在 烏坎內部很多人說 希爾斯基是耳肩 當然 這是 這是揣測 但是從我們 單純軍事上面 或者是指揮官作為上面 我們的判斷是什麼 希爾斯基在玩 就我們知道 希爾斯基的個性 賭是一個 一個他決策成本 因為他喜歡高風險 他 他從 這附近掉 而且都是掉機械化部隊 都是掉當前 這個方向戰力最強的部隊 然後抽過去 阿布迪布卡征援 因為他想賭一個 當 我把這些戰力最強的部隊 如果啦 如果按照計畫 抽過去擋一波之後 然後 然後 接下來 俄軍如果想要從 從 因為你抽人 你一定會有 防線會有漏洞 俄軍如果 比如說集中 要打這邊的時候 他再把內 那一批增援部隊 拉回來 是不是就是很像 那時候巴斯通的時候 美國空降師在防禦 這種叫機動防禦的做法 我在兵力不足的時候 他是覺得他在 阿富迪布卡周邊 他就是一個機動防禦的區域 他組一個 一個超大型機動防禦 戰略預備隊 對 但是問題是 如果 因為他說周邊嘛 他 我們有計算過 這些部隊 他真正 因為都是機械化部隊 他真正機動到阿富迪布卡 再來回這樣 都是一天之內 他不會去抽一天之外的部隊 我們為什麼會這樣判斷 是因為我們有計算過 這次 希爾司機抽掉部隊的那個範圍 就行進範圍的限制 大概都在 都會被限制在半天 因為 去半天回來也需要半天 所以來回一天的 的範圍之內的部隊 然後 他這很像 這個我們 我們後來再看 他很像是在阿富迪布卡的周邊 做一個 大型化的機動防禦 但是這個機動防禦有個前提就是 你的機動必須要是 對 你集結的那個部隊的矛頭要讓 進攻部隊會下注 會停住 會停下來 因為希爾司機並不是真的想要 擊敗 俄軍進攻的部隊 他嚇到俄軍 讓俄軍自己停止 也是一個方式 對不對 那重點就是 這些機動部隊一進戰場以後 就被黏住了 他就不機動啦 他沒辦法發揮動態防禦的動態啦 因為現在俄軍有新的工具 可以把你黏在戰場上 讓你無法機動 就是滑翔炸彈 跟無人機 也就是你機動進去了以後 你機動不出來啊 嗯 那好 那現在問題 因為機動防禦如果要像 像巴斯通那樣子的話 他其實就是被包圍在一個森林當中 然後呢 他的病例因為很少 所以他沒辦法在四面都圍成 都各自組成 做成一個 所以他就收縮起來 然後讓德軍不管從哪個方向進攻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趕快去到那邊防禦 我都有 我在這個正面 我都有比你多 我雖然讓德軍覺得好像很多人 但其實他就是同一撮人 東跑西跑 那有幾個前提嘛 第一個前提就是 他在芝麻他在他的防守的區域當中 他的機動是可以順利執行的 那再來就是說 他當他到了某一個正面去防禦的時候 他至少還能夠在一個短時間之內 集結出看起來比你強大 說芝麻跟你勢均力敵的活力 讓你覺得知難而退 可是這件事情沒有辦法做成啊 第一個你的機動 看起來不是那麼容易啊 因為你的你沒有空憂 你沒有空憂 當年沒有空憂是大家都沒有 因為在下大學嘛 所以在森林裡面 你也不知道我的動向嘛 視野也有限 對 現在這狀況不是啊 現在是俄羅斯有空憂 他一來可以偵查你 二來可以阻斷你 你就動不了啊 然後再來就是 我覺得老師前面講的 就是德軍這是一個計劃好的 計劃好的要在這邊 就是要突破這邊 跟德軍當時包圍巴斯通不一樣 因為他沒有想過說 在那邊會打一場大仗 對 就後來繞過去了 所以你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期待說 俄軍會被你 哇塞 什麼旅來 什麼旅來就被嚇住 他不會啊 他搞不好還覺得說 我本來就是要在這邊打一場硬仗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在 博貝達 為什麼我們會在那個博貝達 看到M1 因為機動防禦需要 就是要有這個效果 可是這太異想天開了吧 因為連我們這麼 連我們那麼粗淺的 軍事門外判 上老師幾堂課之後 我都會覺得這個 好像沒有這樣的條件在 因為你的 你完全沒有隱蔽 你完全沒有辦法機動 然後你火力也沒有贏過人家 你戰力沒有贏過人家 甚至你人數也沒有贏過人家 那你在機動防禦什麼鬼 就照著情緒很激動而已啊 他在 如果啦 如果按照希爾斯基的計劃 那周邊的這些旅 也如期 如值的抵達 那個正面 烏軍的兵力跟火力 是可以在某一個時間 贏過俄軍 因為我們知道 最後在追擊過程裡面 俄軍真正在往前退 只不過三個旅而已 他並沒有很多啊 你覺得他 希爾斯基是計算過的 他如果按照 如果按照老師的計劃的話 那時候我們知道 最關鍵的其實就是從左上 就是從西 就是他從東北面這一關 然後直接切斷 切斷了這個 就是把阿富蒂夫卡切成兩半 因為這個時候 只有114旅追出來 然後還有 來增援的幾個旅 那其實剛突破的時候 這個正面 俄軍的兵力其實是 你覺得他希望的事情 就是交化場 還能夠依靠著交化場 然後在阿富蒂夫卡西交 然後呢 就是把俄軍堵在這邊 大家如果再回到 一開始突破的時候 因為這個突破 突破的太夢名其妙 一開始突破的時候 這個拉斯托奇金諾 這一線都 這一線都還有烏軍 對啊 就是他可以依靠著交化場 因為交化場 即便被航空炸彈給轟到 他還是一個依托 他裡面還是 但他裡面還是有 烏軍的陣地在 然後呢 如果能夠讓 只是俄軍突破到 切斷阿富蒂夫卡之後 但是沒有辦法再往前進的話 他就會被困在城市裡面 大家要回到一開始 這裡被突破了以後 俄軍剛出來的 這個攻勢的起點 這就只有這樣 周邊從交化場 這一線全部都是烏軍 雖然沒有防線 因為他們剛撤出來 這個時候 希爾斯基的機動防禦 並不是錯的喔 對不對 如果是這樣的話沒錯 如果兵力按照 按照如期如值 這個是 如果我們帶位思考 如果你到希爾斯基 那個位置上 這也是你能夠想到 最好的方式 對不對 對 就是因為你 你剛突破的防線 鑽出來的時候 那其實是兼兵 對 那如果兼兵之後 我的 你用鐵錘把它敲回去 對 把它敲回去之後 反而 阿富蒂夫卡就會變成 一座烏軍的牢籠 俄軍的牢籠 對 俄軍會被關在 阿富蒂夫卡 對不對 但是後來事情的發生 為什麼跟 跟希爾斯基的想像不一樣 因為他如果是要這樣子的話 他其實應該 新來的部隊 他應該是要 我覺得還是一樣 不要發生患渣如日內那個事情 可能 情況可能不會這麼 他看起來那時候是軍心就非常浮動 然後指揮也非常問亂 如果大家去看回放 因為我們那時候講就是 就是一隻穿雲艦 但是大家不來艦 那時候有講到說 申利軍就是好 假設在機動防禦這個中止之下 來附近增援的部隊 他應該要可能必須在 阿富蒂夫卡城市交外 這個不急著接觸戰鬥 而是要先狗阻防線 掩護撤退 起碼有幾個營 你要死守 就是以拉斯托其金螺這樣 但是到真正俄軍衝出來之後 很多營就是互相賣坑隊友 他應該就是 應該是要不急著 就是我們那時候不是講說 不應該衝到教化場裡面去 不應該衝到城市裡面去 你應該在外面把防線構築好 掩護撤兵 對那這些潰兵出來 根本就沒人掩護 那你叫他說 你給我原地死守 直接沒有人家 那個時候其實前線已經失去控制 希爾斯基為什麼會 做機動防禦的決定 其實也是因為前線已經崩潰了 你已經沒辦法依賴 原本在這一線的部隊 所以你能夠給這些部隊信心的方式 就是告訴他們 我們有一支很強大的救火隊 你們只要哪邊有問題 我們馬上大家兄弟一起上 一定會增援你 那穩住這些前線銀長的想法 不然銀長要帶頭跑啦 好OK 所以就是這樣子拉動了 拉動了其他地區的防禦 我們剛剛講 這個就是必須付出的代價 那現在還在付這個代價 因為你拉動了嘛 佩爾沃曼斯基是一個打多久的地方 一直都沒辦法跨過去 那前兩天就是整個佩爾沃曼斯基 就拜拜了 只剩下最後這一小塊 那為什麼會佩爾沃曼斯基會掉 佩爾沃曼斯基會掉是因為 對 聶威爾斯科也掉了 對 因為這裡掉了 這邊就一定是不能守的 所以佩爾沃曼斯基也掉 那接下來就是這兩個 這個突出步什麼時候被評推 對 那這個大概就是 我們看到 這個已經不是公事 這已經是就是 這場公事之後 造成的後續的影響而已 但他已經不會對 下個階段有什麼大的變化 只是說這是在收 收尾 收那個 整個阿富迪夫卡通緝公司的尾巴 OK 好 那這個才是真正的重點 這裡又跟上面是完全不一樣 我們為什麼要一直關注 辛米哈伊利夫卡 再往前走就是庫拉霍霍 對 那 因為這等於是站 我們可以從這一線開始往北 這是一個戰場 然後從辛米哈伊夫卡往南 那就是又是一個很大的 往南就是往狐狸達爾的方向 對對對 就整個 整個未來 今年夏天 烏克蘭如果發動公事的話 也是這一線 他也不會在北面 那也是這一線 所以 在辛米哈伊利夫卡這一線的突破 這個跟冬季公事是沒有任何關係 你反而覺得他是夏季公事的一個起點 他有可能是夏季公事的起點 或者是一個 因為辛米哈伊利夫卡突破對俄軍來的 就是這是馬林卡辛米哈伊利夫卡 這我們會把它連在一起看 那馬林卡辛米哈伊利夫卡這一線 對俄軍 如果他這段時間取得進展的話 對俄軍 他打開了 打開了一線很大的窗戶 因為進可攻退可守 所以 但是 這也是在還那個 因為部隊也被抽 抽到這裡來你就知道 因為這邊 這邊是79已經 他已經守 79旅已經守這邊守了一年了 然後再往南 72旅 這狐狸達爾72旅 狐狸達爾72旅是希爾斯基的嫡系 我們現在在看辛米哈伊利夫卡這一線 我們的一個觀察指標 就是72旅什麼時候動 如果當72旅 被拉來這邊支援79旅的時候 那這一線就 就真的很危險 因為72旅他現在卡住了 他現在又 他現在又不能隨便動 為什麼因為 他守狐狸達爾 他守狐狸達爾 因為狐狸達爾那邊俄軍 一直壓40 呃 40旅在那個地方 跟1555一樣 也是海軍陸戰隊旅 他壓了40旅 還有一部分的1555旅 一直在東邊 那這一支部隊的作用就是 一直卡著72 讓72不敢動 所以如果72冒著危險 往北增援辛米哈伊利夫卡的79旅的時候 我們大概就知道狐狸達爾快完蛋了 哦 就中計了 但現在就很麻煩啊 現在就是因為79的一部分 因為隨著北面被拉動 所以他們的防禦區從這邊一路往北延伸 因為又波貝達嘛 就往北延伸了以後 然後造成辛米哈伊利夫卡裡面防禦的 城內的防禦變薄弱 所以 才會在一個禮拜之內 我們看不同的顏色就知道進度嘛 就原本辛米哈伊的進度是在這邊 一個禮拜之內就直接突破城中心 所以辛米哈伊現在 大概60%在俄軍的手上 已經過了50%我們講的信心臨界點 他如果攻下辛米哈伊利夫卡 他其實就是往西面就直接是庫蘭伯伯 那那西南方就是狐狸達爾 那這個 這個 他這兩個城市在辛米哈伊利夫卡 如果一旦丟失之後 他其實就是一個裸奔的狀態了 馬上 沒有前哨了 之後他不會 俄軍不會之後馬上發動攻勢 但是 這讓他夏季攻勢多了很多的選擇 所以 這就很麻煩 如果確定真的有夏季攻勢的話 因為辛米哈伊一掉 那夏季的攻勢會 就你馬上那個 因為南北兩個前子 你馬上會讓謝爾斯基 要在防禦上面 你就不能再這樣玩機動 因為機動不起來 戰場會被割成兩大塊 我們今天介紹的就三個箭頭 有可能都會在夏季攻勢變成箭頭的 一個就是 烏曼斯基這個地方 才有查舒夫亞 才有查舒夫亞 對 就是查舒夫亞 你現在就已經 只是在高地前沿 然後按照俄羅斯的習慣 他可能就在這段時間 就是開始滲透殘舌 改善他的戰術位置 他在這邊吸引你的注意力 慢慢從伯格丹利夫卡的北面過來 因為這邊一樣高 這邊跟這個一樣高 對 所以查舒夫亞就是基本上他也是 他等於是也被前銷被拔得差不多 你也不能放著不理他 被拔得差不多 就只剩下這個城市曝露了 那在烏曼斯基這邊 他又是第三道防線的一個 對 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如果這邊打進去了 第三道防線又廢了 又廢了 起碼就是首尾不能兩顧 然後呢 再來這邊就是西米哈伊利夫卡 這邊就是往庫拉霍卧或是狐狸達爾 對 基本上就是 中間就是一馬平穿了 對 那我們現在對這一線會越來越感興趣 就是之前俄軍不會去做的一些動作 現在都會做 好 我們看下一張 下一張 對 這個是影片大家應該看不太清楚 這是一座在湖上面的鐵路橋 被滑翔炸彈 炸斷了 對 你可以看到這個鐵架子 這是鐵路橋 好 大家這樣看 其實很難知道這是哪裡 我們後來有定位到 我們看下一張 對 就是這座橋 這就是庫拉霍卧 嗯 庫拉霍卧之所以有戰略價值的點 就是因為 因為它有鐵路 因為鐵路才能夠運 大量的運輸 所以它是一個後勤基地 對 那現在俄軍把你的 後勤的能力廢掉一半 放了兩年都沒炸 對 那現在突然炸了 他也知道這個後勤基地 但他放了兩年都沒動 他沒動他 那現在動了 那就 我們剛剛一路這樣推測一下 大家就應該會比較有一個 一個輪廓了 也就是說庫拉霍卧 庫拉霍卧成為夏季公式目標的 可能性越來越高 OK 所以 我聽你老實這樣講 我也覺得 我覺得比較有戰略價值的 應該 應該是烏曼斯基跟 庫拉霍卧 跟西米哈利利夫卡到 庫拉霍卧 因為他們的 打開之後是 變化變多了 就是你可以打的牌就變多了 嗯 它的變化很多 因為 因為如果它就是第三道防線的 其中一個點 那你就把這段防線 給它從南北切開 那甚至你這條防線 就沒有太大的價值 因為你 又白搭了 對 又白搭了 你在這邊花很多資源 去做這個防線 但是你上面有一個缺口 那 那豈不是就變成一個 馬前諾防線嗎 就可以輕易交往過去了 所以 這個 現在就是要考驗 但是對希爾斯基來說 他真的 真正的大問題 還是前線人力不足 嗯 好 OK 我們再看 重要事件 這是 我們 我們知道這一段時間 俄軍開始打擊後方 那 這個 這個只是 打擊後方行動的一部分 那 更重要的是 我們看下一張 這是哈爾科夫 最大的火力發電廠 那我們知道這一波 從 3月22號開始 一直到今天 到昨天晚上都還在炸 已經持續了期天 這是一個非常長 的 空 大規模的 空襲 那這個空襲 我們有說這是 從2023年以來 而其實2023年的整個冬天 俄羅斯幾乎沒有攻擊 烏克蘭的天 不像2022年 第一年有大規模的攻擊 還有基礎建設 那2023年幾乎沒有 那2022年的 供 2022年針對烏克蘭的 能源 能源 網路的攻擊 大部分都攻擊變電站 但是我記得 你在節目裡面 我們特別提 就是330kVA的輸電站 那750的這種超高壓的 變電站 反而俄羅斯比較少去打 因為750大概都是 都是核能發電廠輸出的 那我們知道核能發電廠 不在俄羅斯的攻擊目標裡面 只是說這一波因應恐攻 那俄羅斯針對 不管是比爾戈羅德 還是莫斯科的恐攻 還是前一段時間 很多烏克蘭的媒體 或西方媒體 不斷的在吹噓就是 烏克蘭針對俄羅斯的煉油廠啊 有很多我們也在節目裡面介紹 就是大規模的去攻擊 俄羅斯的能源設備 還有基礎設施 那俄羅斯就是針對這個做回應 只是跟2022年的攻擊不一樣 因為我們知道修變電站 變壓站還有電網是很快的 尤其是在很多東歐國家 前東歐國家支援烏克蘭的情況底下 他支援烏克蘭工人工程師 還有以前蘇聯的一些 規格的電力設備 這個都是既有的 所以修起來非常快 那這一波 3月22號以後直到現在 這一波的攻擊跟過往的攻擊 有什麼不一樣 它是直接炸你發電廠的發電機組 像我們看到的這一座最大的 在哈爾科夫最大的火力發電廠 它有四個大的鍋爐的機組 四個圈毀了 那烏克蘭能源電力能源公司的總裁出來講 就說需要多少時間修復完全無法預估 因為除非整個重建 因為人家你要花多少時間 我們核四都蓋多久 那重建一個發電廠非常非常久 那除了發電廠以外 我們要另一個值得觀察就是 俄羅斯開始打擊烏克蘭的 跟歐盟之間的管線的 天然氣設施 包含最近這幾天一直在打擊 烏克蘭西部的一個 應該說全 整個烏克蘭最大的 天然氣地下儲存槽 那這個天然氣最大的天然氣儲存槽 它是一個調節儲存槽 什麼叫調節儲存槽 就是它有點像電力配送 那從各個地方 不同的天然氣的來源 存到這邊來 然後再依據合約 比如說我要給 就修拿力是多少 然後這個管線那個管線 然後它是用來調配用 但是它必須要先用一個大的儲存槽 它才可以調配 那這個儲存槽這幾天 俄羅斯都會攻擊它 那這個攻擊這個儲存槽 影響其實 對烏克蘭本身的影響不大 但是對歐洲的天然氣的供應 影響很大 目前還沒有多少人意會到 意識到 這個後面會給歐洲 造成非常大的麻煩 是天然氣供應嗎 對 天然氣供應會造成很大麻煩 可能很多人不曉得 打戰已經打兩年了對不對 歐洲 還是有很多天然氣透過 烏克蘭的管道由 俄羅斯輸送過去 OK 那這一點都不像打這樣的 打 兩邊打得你死我活了 但是烏克蘭還是可以每個月 從俄羅斯的銀行收到錢 因為要付過路費 俄羅斯同時在進行兩場戰爭 就是一場戰爭 就是在戰場上面用鐵跟血在打的 另外一場就是在 對在報表上面 然後呢 在大眾物資跟經濟上面去 跟北約作戰 當俄羅斯開始攻擊天然氣能源設備的時候 表示要切斷 要切斷這一層 這是我們觀察到的戰略的轉變 也就是在過去可能發生 莫斯科恐攻之前 俄羅斯是真的 普丁是真的把它定義成一個軍事行動 它並不是一個戰爭 但是發生 翻紅花的恐攻之後 就 俄羅斯 普丁是用這種方式在 在回應北約的戰爭威脅 對 就普丁表現出來的 既然你們想要 你們把它定義成戰爭嘛 那我就用戰爭的方式來進行 因為西方有很多的說法是 莫斯科的恐攻是無可厚非的 因為現在就在戰爭階段 所以因為戰爭 所以你可以 你不能去指責恐怖攻擊 那普丁的表態就有點像說 好那你們既然說他是一場戰爭 那我們就讓他看起來更像一場戰爭 OK 好 今天放棄的俄羅斯來幫我們帶來 這個 烏克蘭戰場上面的最新狀況 那從這個 這個冬季公式 看來是已經逐漸走心尾聲了 但是夏季公式卻又已經同時已經打響了 那雖然現在還在一個預測階段 但是很快應該就會看到一些端倪了 那此外呢 就是北約不斷升高 戰爭威脅 那像是 最近不是有兩個新聞 一個是說 普丁說烏克蘭的這個F16戰機 不管從哪個北約機場起飛的話 我們就會將那個機場視為這個戰爭的一部分 然後呢 有F16戰機來 我們就把它擊落 那同時今天還有一個蠻有趣的新聞 就是 馬斯克先生再次發言 就想說 就想說 烏克蘭一定輸的 為什麼還不趕快談判 那又在這個國際輿論界造成很大的 很大的爭議啊 我們 最近看到的就是雙馬 馬克宏跟馬斯克 馬克宏 就是不斷的 不斷的在 準備戰爭 他不斷的想要 因為這個 他好像很想加碼耶 對 就是馬克宏 馬克宏一直在 把整個歐洲往戰爭的邊緣推 那馬克宏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底氣 就是三個小朋友 就團結力量大 就德國 德國 法國跟波蘭 他們 在現有的北約之外 他們另外就結成一個小圈圈 就是 在這個小圈圈裡面 想 就是用 因為 因為 因為整個戰爭的主導權在歐洲是 太紛亂 就每個人都可以出來講幾句話 那他們想要形成一個比較緊密的聯盟 那這個聯盟就是 呃 供應給 烏克蘭什麼遠程的武器啊 然後 呃 甚至還有 我們要不要派兵 但是 這 目前我們還沒有辦法很明確的理解說 馬克宏背後真正想要的東西是什麼 但是 就是會讓整個局面更亂 所以我們在一週軍事雜談裡面 我們會再跟大家細談這方面的問題 那第二個就是馬 馬斯克先生 對 就是馬克宏之後的馬 馬斯克 馬斯克 我覺得馬斯克他有聽進去教宗說的東西 那他其實 他這樣發言好像很突出 但是其實他是follow教宗 那我們現在在主流媒體 我們現在看到一面倒的聲音 反正你誰 就投降論啊 你就會遇到攻擊 但是 但是真實的世界其實是一個不同 不同的 以不同的方式在進行 那 教宗的發言 大家不要小看 當教宗講完了之後其實很多東西正在發酵 OK今天非常謝謝學老師 明天請大家繼續鎖定一週軍事雜談 謝謝大家 拜拜